透过画面看到万华昆明街一带的店家晚上打烊之后 门口有用大锁锁上 但还是有留下大约5到10公分的门缝 没有想到旅行嫌犯竟然带着剪刀 尖嘴钳等工具 直接透过门缝钻进店内下手行窃 而且实随之位 22号到24号之间多次潜入店内行窃 前前后后被偷走的财务损失 粗估至少16万 现在听警方的说法 22日至24日间多次入店行窃 并指剪刀尖嘴钳等 破坏收银机监视器 初不了解嫌犯不只偷东西 为了避免被抓 他进入店内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店内的监视器 另外他也破坏店家的收银机偷钱 警方另外调阅门口的监视器 这才让窃贼现行 巡线逮捕34岁的女性嫌犯 全案依照加重窃盗罪嫌 依送法办